總共有幾比的話 總比數的話其實有幾個方法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查詢的時候 可以判斷說Ctrl向下 那這個數字呢 如果是總列數 這個知道應該怎麼怎麼怎麼跑到下面吧 前面好像做蠻多的 就是Range A3.End 刮弧X Done 有沒有 然後點Row 就可以取得現在的那個列數嘛 對不對 如果這個列數 他等於1048576 就像剛剛我查的1048576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沒有資料 所以你可以跳一個Matchbox 跟他講說 查無資料 那就你就不要再繼續跑了 你就一直去sup就好了 你就不要再讓他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因為沒有意義嘛 沒有資料 你新增一個工作表給他 等於是 多一個工作表 那當然這地方就是需要再去做判斷 所以這地方的話 然後如果我現在篩選 假設我篩選 像剛剛是包含 假設 隨便打一個字 15 OK 多打一個字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 Ctrl向下 就會1048576 如果是1048576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沒有 就是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的話 就是跳出Matchbox 跟他講說 查無資料 然後就是 is it sub 這個部分 可以再思考看看 我想這部分可以想想看怎麼做 應該如果 大家應該有片段片段片段 請各位把片段 去找一下片段片段的東西 拼湊起來 就是答案了 所以程式怎麼寫出來了 其實就是片段加片段 就是 然後再加上固定的原理原則 比如說 if if then 中間有個邏輯判斷 對不對 然後一定以為 就是 and if 如果要多跑幾次 就是跑回圈 看跑幾次 反正基本上就是 這幾招 我想對各位來說 在辦公室應用 已經綽綽有餘了 已經綽綽有餘了 你不要再想說 多多麼高深 太多東西反而好像 你用不到 反而對各位來說是 很大的垃圾 OK 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想想看好了 因為很多東西